一边走一边跟停在手上的猎鹰说话 仿佛彼此是知心朋友 史托特甚至亲亲猎鹰的头 被视为猛情的猎鹰 正是像小鸟一人一般 温馴地停靠在史托特的手背上 其实比起猎鹰 史托特才是个狠角色 但是接触到鸟儿 接触到大自然之后 让它软化了 现年51岁的史托特 十几二十岁左右就开始贩毒 爸爸死于谋杀 妈妈死于吸毒 1992年他参加了一场淨滩活动 替美国国鸟白头鹰 重建生存繁殖的环境 那一次的社区活动 替他生命开了一扇窗 之后他会自动参加社区活动 清理河边的废弃物 偶然之间他发现 每一次参与的快感 比他贩毒赚取暴力的感觉 更快活 2002年他卖大麻儿坐牢 复兴期间 他决定抛弃过去 重新活过一次 假释时 他企图说服假释官说 他要当个猎鹰打人 假释官没有否定他 但要求他找一个赞助人 赞助他学习了解猎鹰的习性 照顾方式 以及日后放生的种种知识 结果史托特不仅办到了 而且去年6月 他还拿到猎鹰达人的认证 如今史托特不仅扮演 生态教育员的角色 还借着自己的经历 劝导人 改过向善 华氏新闻章片编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